巫童姐姐,我快看,前面这座城堡好神秘啊,我们过去看看吧。 不好,武林,我们快点离开。 巫童姐姐,怎么了? 武林,据说当樱花小镇突然出现神秘城堡的时候,会走出两位神秘人物,他们就是忍者兄妹,哥哥是坏的忍者,喜欢做坏事。 妹妹是美丽善良的忍者,每当天黑以后,坏忍者就会出来溜达做坏事。 坏忍者只要看到有行人就会跑过去,把他们都变成雕像,变成雕像的小镇居民好可怜,太可怕了。 大家好呀,我是坏忍者,等一下我要给小可爱们唱一首歌,你们要记得给我打打分哦。 小可爱们,我唱得好听吗?你能给我打多少分吗? 美丽善良的忍者妹妹跟哥哥不一样,妹妹每天都在小镇巡逻做好事帮助别人,前面有一位路上摔倒了,她会跑过去然后抱她去医院治疗。 这天,小女孩在游乐园迷路了,忍者妹妹也会跑过去抱起小女孩然后安全地把她送回家。 忍者妹妹已经帮助过很多小镇居民了,非常的善良,请大家不要害怕她。 你们喜欢我吗?这样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小镇居民了,谢谢你们。 接下来我也要送给小可爱们一首歌。 小镇居民了,一百分的话,小可爱会给我打多少分呢?